吴卓西高海宁于9月4日出席万圣节宣传活动 一身吸血鬼装扮的人 堪称史上最帅吸血鬼 由吴卓西出演的《冲上营销2》近日已接近尾声 由最初的一片赞美声到现在剧情安排 被一些粉丝吐槽 吴卓西就表示 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电视剧 都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觉得那个剧情合理不合理 也有很多观众去在网上去留言 去说一些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但是那个剧情已经出来了 所以希望大家到最后 看《冲上营销2》的时候 都能回味一下吧 而刚过完生日的他 再一次被问到个人感情问题 这一次然而选得十分主动 积极配合媒体作答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问我什么小拍拖 是吧 看吧 因为有时间才能拍拖 没时间 没时间能陪女朋友的时间 都没有的话 就不予不拍 此外 生日当天一条自称 吴卓西生日快乐的微博 被人怀疑日暗微博 遭人盗用 对此他特别澄清 微博是自己所发 图片也是当天聚餐所拍 还少言媒体赏上力过于丰富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大家加朋友们 以赞与优独播剧场上